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他的老公吗还是指他的朋友 如果是朋友的话那就表示 他的老公还有可能活着 那现在就来猜测 法拉的爸爸安娜的老公到底是谁 在开始提他的老公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英雄的skin 有些英雄蓝色的skin是有主题的 可是要用英文字幕才会有感觉 像是Diva的是蓝莓 柠檬莱姆 柑橘 西瓜 是水果系列的 伴障的是 Kinoko Sola Azuki Midori 很明显是日文系列的 再来是 壁壘 壁壘的是 黎明 草地 天空 梅灰 这个系列嘛 应该是自然系列吧 好啦 有些不太明显 不过呢 我们先来看安娜的skin 安娜这四个skin 分别是石榴石 橄榄石 绿松石 黄水晶 感觉是宝石系列的 再来看一下蓝莹的skin 蓝莹的这四个skin 分别是黄铜 孤蓝 红铜 个绿 是金属系列的 最后来看一下法拉 紫水晶跟翡翠是宝石系列的 而红铜跟钛合金是金属系列 所以法拉是宝石系列跟金属系列的混搭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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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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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彩蛋是不是暴血故意的 還是只是剛好而已 或是法拉的爸爸是其他人呢 留在下方告訴我你的想法吧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一下喜歡 想繼續收看的 可以點我帥氣的大頭貼來的訂閱哦 不是羽毛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